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4日电澳门立法会1月通过国歌法后,澳门政府今天正式颁 不国旗国歌法行政法规,法令将于6月1日起生效,贬损者最高可判处3年徒刑 澳门电台报道,行政长官崔士安同时批示,藏地电视台及电台应在每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,12月20日特别行政区 成立纪念日,元代日及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午7时55分至80之间,播放国歌或政府提供的国歌宣传影音资料 澳门议会1月24日通过国歌法,相关法令规定主要官方场合必须奏唱国歌,若有人篡改 国歌歌词或曲谱,以歪曲、贬损方式奏唱国歌,必经定罪,最高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 法令还规定将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,政府并可要求新闻媒体配合宣传 编辑,林赫伦1080020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去年轻人的气候天儿都会卖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